阿婆买菜骑车上路 一路分心 视线看着脚踏板 完了前车要右转 虽减速 但阿婆没注意到 往前直接撞上另一位坡人 阿婆撞车后 手还紧抓着油门不放 因为油门手把 还有一袋战利品 这下好了 阿婆整个人仰躺 被机车带着走 大爆冲 事发在台中大理 阿婆撞车后 一度被机车压住 她赶紧使劲脱身 夸张的场景 也在桃园平镇上演 一部休旅车 要变换车道超车 根本没在看旁边 害得隔壁车道轿车 被撞到翻了再翻 不但波及路边车辆 车内一名73岁老翁 身上也因此多处擦措伤 马路如虎口 真的一点也没错 新北新庄立信五街 一部轿车执行 亲眼目睹眼前车祸 摩托车迎面而来 没想到左侧巷口 冲出一台物流货车 61岁女骑士发现了响闪 但没躲过 被撞个正着滚落在地 她头部胸部受伤紧急送医 惊险瞬间令人看了 捏把冷汗 云一四五乙线 接台一线路口 一部白车原本执行 却突然在路中央直角左转 害得对象执行的红色休旅车 驾驶反应不及 和她当场碰撞 所幸这件车祸 乘客只有挫伤 没有大碍 真是有惊无险 记者综合报导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就可以买到